Jason加油,你媽媽在等你 我相信,今晚天,今晚天,今晚天 昏迷了三日三夜的Jason 由媽媽陪著回到香港 要馬上再做手術 他會把前面的頭骨 暫時會拿走了 現在的急冒是幫助他減低腦內壓 因為他受了腦部創傷 也是一個腦外科的大手術 方醫生跟我說 這個手術是有信心的 Jason在菲律賓做過一次手術 他頭皮裂胎 受傷的位置距離腦內主要血管只有半厘米 當地醫生要打開他的腦 清除裡面的碎骨和積聚的瘀血 Jason一家誤口 現在只剩下他和媽媽相依為命 網上很多人祝福他 我希望全香港的市民 特別關心梁太太和Jason 我們都要支持他們 我更願求你們 淒低子女功夫 浪費一兩分鐘 去上天祷告 給上天憐憫的Jason 讓我早日康復 讓我梁太太得到安慰 Jason原本就來升讀大學了 他在加拿大中學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傷心 Jayson 的爸爸為救太太而犧牲 他四十年前讀的五華中學舉行追試會 叫作詞程式 草地教授 全國師和師父 全國師和師父 成功 很多人几乎崩壞了 我哭了這個上週 希望Kent得到安息 希望Jason盡快恢復 希望梁太Amy盡快投入一步她的生活 Amy 振作! Amy 振作! Kent得到 神畢無稻 阻振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